是哪一個moment 讓你有一個爆哭的這個狀況 我其實爆她的時候 不是流眼淚 而是我是已經在 錯氣 對 而且她在耳邊跟我 她爆的時候她跟我講話 她跟我說 你為什麼特別送她的啞鈴 是因為只是16kg嗎 其實你們看學長 她春訓的時候 我們在室內打擊 總會有一個啞鈴在她旁邊 她不是做側腹肌啊 就是做個二頭 這是我福利挺身 要不然做TR來開始 那我們常常這樣 歡迎收看野球迷人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東哥黃仲義 我是何美 又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不得了的 不得了的我們的來賓 應該算是我們錄製野球迷人房 也有很多球迷朋友 敲碗 敲木魚 敲破掉了 有沒有機會邀請她來 對 終於千呼萬喚死出來 你都有看比賽的一個經驗 對 比方說你到球場 大部分除了看球隊的一個 這個勝負之外 還有看什麼這個重點 看球員帥不帥 幹嘛 我還看啦啦隊漂亮不漂亮呢 基本來說的話 比方說我轉播比賽啦 或者是看比賽 大部分都看選手個人在 那一場比賽 比方說她已經是連續 喔 打席喔 對 打席啦 或者是打拳雷打啦 或是再見拳雷打啦 是 那今天我們邀請的來賓就不一樣了 怎麼樣 基本來說的話 她在一場比賽 是有機會締造她個人的一個紀錄 哎呦 比方說完全打擊 是 完全打擊有什麼樣的一個 成就的紀錄你知道嗎 不知道 比方說在那場比賽打拳雷打啦 三雷安打啦 二雷安打啊 但是她有機會 能夠完成這樣的一個紀錄 是 可是 她說 她絕對不做 運動員違法的一個 道德的一個行為 好有運動精神喔 我們這位選手就不得不承諾她 她就是有很好的這樣的一個精神 跟指標 是的 對啊 那講了那麼多 掌聲來歡迎她了 來 掌聲歡迎張志豪 歡迎志豪 請跟大家打聲招呼 大家好 我是志豪 今天的眼睛也稍微腫腫的 對啊 很可以跳時間啦你們 因為昨天剛是周世奇的隱退展 然後看到大家都非常的真情流露 那可以講一下昨天的感覺嗎 就是 一個一個學長隱退 對 是 然後 那個感覺就是 差一個就是我 不會啦 那時候在想這個 對 然後 因為她是外野 所以我們春訓一定都是一起的 然後一起手臂啊一起什麼 重量訓量什麼都是一起的 她都會帶著我們 所以 很多腦子都會 腦子裡面都會一些回憶 都會浮現上來 對 然後 結尾就是 差一個就是我 不會不會不會 你現在整個狀態還是 非常好 非常好 會走到那天啊 關於這個你跟周世奇距離拉得比較近 是不是跟你們的年齡比較相近 對 我跟她差沒幾歲 又是高院的 學長學弟 然後 然後 就像我剛才講就是會一起 手臂練習啊都是外野嘛 所以時間會在一起的時間比較久 那相處的一個時間當中大概都會聊什麼話題 都聊 我跟學長沒有 不聊 沒有距離就對了 沒有距離 就是很muchy的意思 對 因為學長也會直接跟你講 嗯哼 對 其實比方說在球場上有一些什麼狀況比較 可能就是比較糾結在你一直沒辦法跳脫的話 世奇這邊會不會特別建議 有幾次是這樣 我年輕的時候就是比較脾氣比較暴躁 像紫豪那樣 看不出來耶 我看你滿斯文的 我真的沒有 哈哈哈哈 我曾經在教練還在 在衛球給我們打的時候 我沒有打好 我直接摔棒子 然後棒子斷掉 然後學長打完 他是自己跑來跟我講話 所以不需要把情緒用在這個時候 哇 哇 心理老師啦 對 因為 畢竟是教練抱球給你 而且是邱哥 那教練你有當場想說 這個球員怎麼會 應該會認住啦 每個教練都知道選手的個性 但是我當下是突然 因為我很在意自己為什麼 就有練習耶 練習而已 我都表示說他對他自己的要求很高 所以他會直接 就像很多學弟們講 直接把你拉過去講話 會有一些情緒上的一些反應的話 你在打替嘛對不對 嗯 你是想辦法把那個網子打破 他要 才前泡而已啦 前泡 天啊 就五顆 可能你打四顆怎麼會都打不準 我會自己很氣 嗯哼 那當下事情怎麼跟你 安慰你或者是跟你做一些建議 就是 就像我剛剛講 你不要把情緒帶到練習的時候 你要 這樣也對教練 不太好 然後你必須要 更 成熟一點 當下你還是有一個情緒啊 對 但是 就是 我還聽進去 哇 漂亮啦 哇 因為 他是學長 嗯 如果 對啦 如果我的學弟這樣不聽我 我可能會直接用罵的 但他是會跟你 好聲好聲的 不知道為什麼 學長跟我講話的時候 我會冷靜然後把他聽下去這樣 而且這句話感覺是 好像只有特定的人說你才會聽得進去 而且立刻冷靜下來去反思自己說 對 好像不應該要這麼意氣用事 因為呢 餵球的那個人還是教練 對 還是那個時候是首席教練 對 打擊教練的一個身份 那後來有需要去跟教練說拍誰 我有去 道歉 但 邱哥也是一個 脾氣很好的教練 名義啦 他就 拍著我的接盟說沒事 發洩一下 也是個好事 長大了 對 那這個 的確啦 這個狀況下 那當然以教練的一個角色 當然就是 那個 來去安撫一下他的情緒啦 那 這個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的話 就是 選手 對每一次每一次的練習的一個要求啦 希望說把這樣一個好的一個 效果能夠帶領到比賽裡面 那當然你在 思琦在隱退的時候 你為什麼特別送他的啞鈴 是因為只是16kg嗎 我 開始要轉型的時候 以前也有看過他在做 T-RX 哦 就是懸吊嘛 對對對 想送懸吊好像不太好 也沒有什麼很特別的 然後 學長 其實你們看學長他春訓的時候 我們在室內打擊 總會有一個啞鈴在他旁邊 他不是做側腹機啊 就是做個二頭 就是做福利挺身 要不然做T-RX 我們常常這樣 我們要隨時隨地 關懷我們的BODY 就是以後 就算打不到球沒關係 但身材還好看 還是要練 穿衣服也好看 穿衣服也好看 我們去海邊的時候 還可以脫衣服 他是這樣子講 對 然後我們春訓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老師我直接送你一個啞鈴好了 你就跟他說 他在那邊笑 唉唷 不要在那邊鬧 結果我昨天送他的時候 你還真的送我啞鈴 你還真的送我啞鈴 他這樣回答你 我就跟他講 請你隨時隨地 關懷一下你的BODY 在那個儀式當中 我感覺到他在押韻他的一個情緒 是哪一個moment 讓你有一個暴哭的這個狀況 大家在排隊要 送花給他 就對了 對 也不是看著學長 也是看著一些學弟也是 還是回憶一直 跑到你腦海裡面 對啊 對 你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想到為什麼 我怎麼把那個人換成是我 那當他一個一個抱學弟 然後 我的老師浮現就是 從春訓 10年開始的春訓 從不懂 到他教我 叫他安慰我 叫他鼓勵我 就會一直出現 我有看到一個橋段 你知道嗎 就是誰要準備 要跟他握手的時候 他就馬上就會說 快點 快點 他把鏡頭 快點 我要哭了 快點 你說後面要那個 對 後面我自己離開那個嗎 對啊 沒有 因為我已經不行了 我其實抱他的時候 不是留言 沒有意思 我是已經在 錯氣 對 而且他在耳邊跟我 他抱的時候 他跟我講話 他說什麼 他跟我說 現在就交給你了 哦 之後就交給你了 這樣 然後我就 不行了 我靜靜慢慢慢慢就 拿包庫 怎麼樣啊 你要準備 能退嗎 我沒有耶 我還沒有 我們還沒有這個成績 可能不太能應付 那個 儀式當中 那 周四這邊也花了很多的心思 邀請到一代相 甚至二代相 那時候你的看法是 一開始我覺得 他為什麼要找很多人回來 嗯 然後 那個腦子又開始浮現 那我之後 我一樣要找我10年的 冠軍的隊友回來 現在100這邊的話 在 現役的話 剩下 勝尾 他在這個球隊已經 沒了 所以 也是我爆哭的點 嗯 我覺得會剩下 只剩下我一個人 嗯 所以我才會在 記者訪問的時候 也會討論到恰哥 他當時也是覺得 我覺得他打球 也會有一種 孤單的感覺 因為他那個時候的 隊友們都 不在 因為水著年齡啦 那當然就會慢慢 退去到幕後啦 對 那 你現階段的一個狀況來看的話 也不用講那麼多啦 就是 好好去保持你的 目前的一個狀態啦 會啦 你還是 慢慢還是要帶領這些 就像 世綺講的嘛 帶領這些小老弟嘛 就往 一步 就是往前走啦 往前邁進 對 那 有沒有幻想過 因為都會走到那一天嘛 如果在未來的某一年 真的有這個 隱退的時候 你有沒有幻想過 你想要怎麼樣的 隱退 我還跟我老婆討論過 我說 我想回台東隱退 酷 好酷 我說 比較容易忙啦 很快 而且是真的 是真的有誠意才會過去啊 沒有啦 可以被兩座球場 這邊講嗎 我們在新的一面 你還真的接 就 我笑啦 不要這樣啦 就是我有很多的想法 而且 也有很多的事情 在隱退的時候想要做 想要回台東 就是因為 因為我是台東的孩子 是 我是台東的阿美族孩子 是 我想要在那邊 然後我老婆說 這樣 很多 地方的人 就看不到了 西半部這邊的人 對 那我如果在大巨蛋隱退 很多人 我可能會直接跟 老闆要求說 可不可以 在 那個 那天的收入 留一些金錢給我 我要 送 台東 每一所學校的 棒球隊鞋子 這是我想要做 但我不知道老闆會不會答應 因為我相信 你透過節目的話 一定會 除了支持你的球迷 朋友之外 老闆應該也會支持你 我送我母校鞋子一次過 我很愛鞋子 那 我國中 我記得我的第一雙球鞋是 學長留給我 這邊 大拇指這邊是沒有的 是 破掉的 這邊啦 因為我還當投手 然後要一直抹 但我很珍惜 每一雙鞋子 所以 我會想要送我 台東的學弟們 一人一雙 然後 尺寸什麼 我會自己親自去幫他們 好 就記錄了 回饋自己的家鄉 因為當初也是這樣 我會想要這樣做 走過來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故事 沒錯 就是能夠 到了這個成績 到了那麼成功的一個階段 希望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去回饋他們的 應該說是母像 是 甚至於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有更多的小朋友 能夠達到他們的一個願望 就是最高的殿堂 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球員 他想要回饋的方式 想要做的事情 不太一樣 是 就像學長他用球芽基金 以前我不愛讀書 所以我沒有那麼好的腦子 所以 我只會打球 那我只能用行動 來表示 對那個 我家鄉的回饋這樣 除了這個 志豪這邊贊助鞋子的話 我相信 球迷朋友啦 或是球團這邊 球隊這邊 可能會有送更多的 一些禮物 讓去 讓志豪這邊 有更多的一個回饋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資源 對 到時候如果我們也可以幫上忙的話 我希望我們也可以 就是一起去 對啊 對啊 要找泰山哥來嗎 因為他 問題他退休的時候 我們節目還在嗎 我們就看看囉 不然自己用手記錄好了 我們加油 好不好 我們會撐到那個時候 盡量盡量啦 你看志豪大概還有 我看算 我還有五年耶 還 對 還要繼續帶領中心兄弟 40 就像以私情為目標嘛 43 就是去超越他嘛 43 因為你還有很多的紀錄 要去創造 對啊 老婆叫我打到50歲了 哈哈 這很棒啊 可愛了 也創造紀錄啊 我說那時候就不是打球 是每天被罵的 你不對人家幹什麼 哈哈 不會啦 不會啦 百萬象名耶 怎麼可能 這 應該會請你讓你退休啦 沒錯 那我們再聊回到今年的賽季 因為有受傷的那一段時間 待在二軍 那從二軍懷之後 就非常好的表現 你有做一些什麼樣的調整嗎 很多耶 對 因為每一年每一年身體狀況都 不太一樣 是 那 在下面的時候 在二軍 都會跟 恰哥討論 怎麼樣做怎麼樣做這樣 然後 打擊 自己有自己的調整方式 都會一直持續的做 有舉啞鈴嗎 不止啞鈴 槓鈴 當然在那一段時間 他應該算是情緒比較低潮的時候 那可能 有一度 幾乎是 沒辦法拿球棒啦 甚至於沒辦法去做一些 手臂的一個練習啦 那 那你那一段比較艱辛的一個時間 你大概怎麼去 去度過那些煎熬的日子 看 手機 影片 看什麼內容 YouTube打張志豪 然後 出現你自己 以前打過的成績 慢慢的再去找回 那個感動 應該說 你 最嚴重的傷勢是 手吧 手臂中 這個也差不多啦 對嘛 那時候算比較嚴重 根本就是不能去做一些正常的練習 我就看手機 因為會失去那個 你會覺得我還做不做得到 人會沒有自信 會懷疑自己 因為你會懷疑自己 就算我開刀的時候 我覺得 我還能夠全力揮棒 雖然醫生會跟你說 你就揮吧 已經很強 但是你會自己懷疑 會怕 對 然後會失去信心 這些東西是要靠自己走出來的 別人旁邊講 當下你會覺得很有力量 但是 當你一個人練習的時候 一個人在重量室的時候 你就會 又會沒有自信 所以我會自己 看自己的影片 把那個感覺找回來 變成就是一個人在重量室裡面的話 大概就有比較多的一個負面的 一些想法 對 大家都去比賽 然後就只有你一個人在那裡 嗯 那就只能戴耳機一天 因為做重量 就不小心把自己練得跟牛一樣 那個時候陳瑞是這樣講 那雅玲舉著舉著什麼 已經超過次數了 那還在舉這樣 因為沒事做 你停下來 那腦子就會 開始亂想 沒有自信 沒有自信 所以 不如就做了 這個心態真的要自己調適 就是 那你花了多長的一段時間 在調回 就是覺得我做得到 應該是說 調回來的時候是 我信主的時候 嗯哼 宗教 我受洗的時候 宗教的力量 我也透過一些禱告 把自己自信找回來 還有家人 支持很重要 對啦 家人 真的 就是最大的自助 需要講出來 很多東西需要講出來 因為有信仰 所以我把我自己心裡 想講的話講出來 很多人沒有自信 或者是卡在 一個關卡的時候 是 他不想講 是 你們在那裡 只是你不想講 就不會去面對自己的問題 對 也會不會擔心就是說 那段時間 因為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變成 這個 球隊這邊 會遺忘到你這個人 會 這些都是 擔心的點 對 還好我有一顆 很強 的心臟 對 意志力 我不怕 那時候我老婆又跟我講 會不會怕你的位置被搶走 會啊 被搶走就算了 我再搶回來就好 哇 很重要 有點雞皮疙瘩 聽到這句話 對 很多人會覺得 你被搶走怎麼辦 我會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 就把它搶回來 的確啦 你先坐 因為基本來說的話 我跟兄弟這邊 幾乎跟球隊相處的時間 也比較長 也不斷地在追蹤 他們的整個球隊的整個生態 跟狀況 那時候我想說 已經好久沒有看到張志豪 是不是大家都遺忘了 遺忘了他這個人 的確他還是要靠他自己的能力 就還是順利把你把他搶回來 真的是有這麼一件事情 那還有就是每一年的8月8號 已經連兩年 你都有打出非常好的成績 為什麼會是特別在8月8號的時候 這應該算是巧合啦 對 這個 你說要在那天特定的 有些什麼設定啊 應該也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8月8號是自己父親姐 可能不能自己打父親姐 我也不知道咧 因為那天我看到 打完出去我才知道今天 今天是8月8號 那時候小孩有一起去嗎 我小孩也在現場 三個好像也在現場 最好的一個父親姐禮物啦 真的 那小孩子跟老婆就想說 還好他有打全內打 就不用送什麼禮物囉 也不是 哪有自己送自己 那天那個點我好像沒有很在意 是在8月8號 我那天在意的點是 我跟我老婆說 我今天一定要打第一顆 好像跟平野也是這樣講 他說第一棒 我說我今天一定要打第一顆 我一樣打第一顆 我再拼看看有沒有 他第一顆然後就過 就出去了 對 哇 有設定到 投手也滿配合的 謝謝啦 就出去 丟到我的棒子那裡 別這麼說 求自己飛的好嗎 他在送父親姐的禮物 那還有 球員都會有一些像是禁忌啊 像我打擊得很好的時候 手感很好 就不准人家碰我的球具或什麼的 你自己會有一些什麼禁忌嗎 在球場上嗎 對 就是你自己的球具 我沒有啊 除了球場你私底下也可以 我以前有罵過我老婆 她動過我的東西 我說不要動 是叫你動的東西 但那時候是還沒有結婚 那現在已經我已經不在意這個 但之前威城也有跟我討論這個 是 你要怎麼樣做 你要怎麼做 然後董華有一次 要不要在28分的時候 出去Catchy Ball 然後要怎麼樣 玩笑話吧 然後我就跟威城講 不要迷信啦 很多人都會有啦 就是不能動我的東西啊 什麼什麼的 沒有 那有沒有一些像是我 如果頭髮 或是鬍子 我連勝的時候我就是不刮鬍子 我不刮鬍子是在那個 旭鬍 調 挑戰30場的時候 喔 那個 連續安大 對對對 那時候我的鬍子沒刮 欸很酷耶 你看它不是一樣嗎 有有有耶 對啊 後面好像就是 好像刮不刮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差啊其實 那種手氣就很奇怪 如果刮了搞不好又再延續了 就不會下雨 可以上很多的時間啊 就不會 也是耶 就是不用去 刻意想說把它修哪裡 在我印象當中 它的造型應該都是這樣子啦 也沒有說 很大的變化 就一度 狀況比較不好的時候 就把頭髮剪得比較短而已 對啊 那你會勸那些人說 不用那麼明信嗎 如果真的是像 會 鞋子已經破掉他還在穿 我會 我會說 好了啦 所有事情都已經安排好了 不用想太多了 沒錯啊 對 你只要有那個 備戰的心態的話 我相信應該都會有好的結果啦 嗯 因為 對我們球員來講 在賽前的那段時間 比較算是蠻煎熬的啦 對啊 一定要等到開賽的時間 才有上到球場上比賽 可能也可以緩解一下這個緊張的氣氛 不然的話 真的對他們來講也不曉得要幹嘛 對啊 不然一般那個時間 你大部分都是怎麼去把那個時間消化 睡覺 不然 就不一樣 睡覺 要不然就是聽音樂 糟糕 你是說賽前嗎 對啊 比方說 6點35分開賽嘛 大概在賽前大概15分鐘的時間 來去準備 出賽 或者是 球賽前面都有一些疑似聲 介紹球員 等等這些啊 就可以先聽音樂一下 對啊 就他比較不一樣 他就聽音樂啊 你像眼睛或者是聽音樂 但有些人會因為就是睡覺 然後睡太熟嗎 會 誰 誰 誰 很多人都這樣 真的喔 他就不要叫他 會出包耶 球員都是這樣子 要不然就是有人睡在大巴到了 有人睡了 結果就不要叫他 我們就先進去 這個動作很傳統耶 他會嚇壞耶 他遲到的時候就是請咖啡 上古時代就這樣子了耶 這作弄學弟耶 你們也是喔 對啊 對啊 因為人家睡得好好都打呼了 你幹嘛去吵他呢 對 可是要比賽了啊 對不對 沒關係啊 對啊 這是還沒有照最後一刻 先讓他睡 我們有罰者跟罰款 對 遲到之類的話 可能就是 欸 把他捐出來 對 或是要請客這樣 好那最後有沒有想要給自己的 團隊或是個人的目標 是 拿下總冠軍 嗯 我一定要拿下總冠軍 那你個人的話呢 還有什麼目標 拿下總冠軍的MVP 喔 水啦 因為我拿了兩次的敗戰MVP 對我來講 目前所有的獎項 任何一個獎項 年度MVP 全力導航那些我都不在意 我只在意 總冠軍賽的MVP 勝場MVP 為什麼 我們拿亞軍那幾年 對 我拿了兩次 就貢獻度就不一樣了 嗯 希望說靠著自己的力量 跟自己的一個本事 打下 能夠帶領這個 這個中心兄弟 拿下總冠軍 是 我這個心願 希望能夠達成 今年的機會 滿高的 我會努力 嗯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是 好的那今天呢 我們聊了 關於至好今年的表現 對 那待會下一集 還有 剛剛開頭東哥說的 超越完全打擊的男人的故事 嗯 那今天非常謝謝至好 來到野球迷人房 我們這一集就先聊到這邊了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